哈喽,大家好,我是七少爷,今天有幸来到这个扩张大哥的这个店里,就是坐着一起聊了一下,也是看了粉丝的评论啊,说是原本怎么鉴别这个核田玉的真假,我买到的核田玉是不是真的,它的这个硬度够不够啊,现在我和扩张一起给大家讲解一下,看这个核田玉这家是怎么辨别的啊。 我是一个专门做新疆核田玉的专业,这个开采核田玉矿,任矿了二十多年,现在呢,咱们经营的这半辈子呢,也就是在做这个核田玉这个事业。 关于现在市场呢,就是说在核田玉这里面呢,鱼木古杂,有些呢,不好辨别,现在呢,老矿长现场给大家讲解一下,现在目前呢,像这里面呢,都是咱们产自新疆的核田玉, 但是这里面呢,但是这里面呢,也有一些假冒的东西,今天呢,怎么来辨别,咱们来,呃,一起探讨一下,探讨一下,你先拿一个真的,呃,核田玉的,像大家看,这一个是产自新疆切末的核田玉,米达料,它呢,肉质比较细腻,呃,几乎是达到就是无结构状态,嗯。 像,这个呢,老矿长要是不说的话,你看,它的白度,水头,各方面都是非常好,也是,打灯是无结构的,朋友们请看,实际上呢,插口翻过来以后,大家在自然光下可以看一下,它这里面呢,有很多亮点,这个呢,里面呢,主要的成分是, 就是,就是,二氧花硅,嗯,核车的那种里面,嗯,这不是,这是从天然的,也是一种硅,硅石,它里面的主要含量是,二氧花硅,像我们这个,白玉,它的里面的,主要含,含量是,透闪石和,钙煤,洋起石,石墨这一类的,主要是,再就从外观看呢,大家可以看,真正的核田玉呢, 它比较温柔,啊,它有一个厚重感的,感觉,给人一种美感,咱们再看这种,石英石的,这一种东西呢,它呢,犯贼光,有一个玻璃质的感觉, 从印度上讲,二氧化硅的东西和透闪石玉的这一种,和田玉来说的话,印度都差不多,但是呢,和田玉一般是有结构的,对,虽然说老矿长在介绍这些东西的时候,说是它,呃,无结构,那就是咱们的肉眼, 肉眼看不到结构,但是在显微镜底下,它是胶织状的,这个呢,在显微镜底下是一点状的,或者是平行的,所以它没有了胶织的那种,呃,就是说,柔韧感,呃,柔韧度没有,呃,展现在咱们面前的,都是黄色的东西,对,现在呢,呃, 呃,大家一看从外观,这是一块原料,这是一块成品,呃,很难分别,但是颜色比较,非常好,嗯,这是,这个是产自咱们,呃,新疆若腔的黄口料,嗯,这个呢,是,也是产自咱们新疆的黄色的一种玉,嗯,实际上咱们从地址上定名为,呃,秀鱼,嗯,呃,它也是古时候是四大名玉之一,嗯,现在呢,有些, 不妨商家呢,拿这种秀鱼,嗯,呃,呃,冒充和天鱼,所以在这上面怎么来分辨呢,嗯,我现在呢,简单的给大家,呃,分辨一下,从外观上看,呃,呃,秀鱼,它是,呃,这个,呃,这个,砸的砸口都比较齐一些,这个是怎么造成的,它因为它这里面不是胶织状的结构,嗯,呃,呃,再一个就是说, 它从印度上来讲,大家可以看一下,见了没有,嗯,它印度不够,像这种的,呃,咱们刚刀画的话,都是,在摩世印度的四个以上,咱们和天鱼基本上达到5.5以上的印度,嗯,像这,你看,嗯, 嗯,根本就划不动,嗯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这也是一个检测的一个,呃,标准,再一个就是说,做成成品以后呢,它这个,呃,没有油性,划干,对,对,对,刚才呢,就是,老挂爪啊,大概就是给大家就是,就是,了解一下这个,和田鱼啊,呃,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,你拿小刀就是划一下,它真正的和田鱼,小刀划的时候,它也是,没事,在一个你的这个, 这个,这个,这个,阵量这些,嗯,都有关系啊,所以,大家说是,这个,有些东西太完美的话,反而不是好东西啊,好了,今天的视频月报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,没有关注月报的,关注一下月报啊,对于和田鱼别别之间的,其他方法,你们可以打算评论去啊,咱们一起探讨,研究一下,感谢收看。